方块熊乐园 哇塞 方块熊 好香啊 你今天又做什么好吃得了 哈哈蛋蛋猪 今天我来教你做一份不一样的蛋炒饭 真的吗 我已经迫不及待跟你学了 那你可要认真看了 首先准备一碗隔夜的米饭 超市里五毛钱的方便面 一块火腿 小葱一段 一个蛋蛋 把方便面倒入玻璃碗中 用大力金刚手把它捏碎 捏成这个熊样 倒入一条热水浸泡三分钟 将火腿切成冰 差不多这个样子 放入碗中备用 挨压掉出来的也不能浪费 把小葱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玻璃碗打入一个蛋蛋 用筷子把蛋蛋搅散 起锅点火 用筷子把蛋蛋搅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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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锅点火 好吧 它一点也没有散 倒入葱花 倒入切好的火腿丁 这个蛋蛋怎么怎么还没碎 我还是用勺子把它弄碎吧 碎成这样倒入泡好的方便面 翻炒几下 倒入米饭 继续翻炒 加入5克食盐 加入3毫升的酱油 加入3毫升的酱油 加入2克孜然粉 翻炒均匀 出锅 哇 看着太肉人了 我先尝尝 怎么样蛋蛋猪 味道是不是好极了 真的耶 是我从来都没尝试过的口感呢 太棒了 我要回家做给爸爸妈妈尝尝 这下 Он会放了 我现在还可以放過